农村荒野地常见的豆科植物 传草利用起来可当作药材 在适量季节 任之业采摘可当野菜来使用 同时也是非常优人的牧草 在一些草地 我们可以看到它被当作地背绿植 朋友们大家好 农村常见一小草本植物 常有人把它挖回去 懂得利用它人价值很不错 一起来看看了解一下 农村没有谁不认识这种植物 它学名叫鸡岩草 为豆科一年生草本植物 植株型的特征 披上或平卧多分枝 高可达10到50厘米左右 经合枝上被稻生白色柔毛 叶子为三粗羽状腹叶 叶柄极短 小叶子质 稻软型 长稻软型 或长软型 叶子比较细小 花细小 紫色 单生或多朵 出生于叶叶 花二中型 野生资源鸡岩草 全国各地均有分布 常常在路旁田边 沙制地 欢泼草地 生长环境 喜凉爽 光照环境充足 鸡岩草 适应能力强 耐贫瘠 耐干旱 鸡岩草 别看是这么普通的植物 在春节时候 它的嫩枝叶采回去 有人把它当作菜蔬 也就是野菜来使用 鸡岩草 也是农村地区 放一些牲畜 为一年生的豆科 优良木草 鸡岩草 自古来在民间 把它当作野生的棕草药 床草 有人把它称之为化石草 用来煮水洗澡 也是很有益的 鸡岩草 由于它的生命力顽强 耐干旱 耐贫瘠 有人看中它这个特点 会在一些绿化 薄土方面 作为良好的裸露地 地备植物 非常适宜在一些 废弃的矿山 边坡 种植来改善环境 平常看似不起眼的鸡岩草 原来有这么多用途与价值 不同地方 它别称还有 红花草 老压区 公母草 大家是否知道它的用途 评论区都可互相交流 专业科方面可了解 植物更多知识点 关注用心看农村 给大家分享更多农村生活视频